自己去理解這個真相 然後把這真相不斷告訴你周邊 用你最適合的方式 就是最簡單 然後打電話 不斷的打電話 去給你支持的這支家 我想其實他們最怕 有人去告訴他們什麼事情 那我想他們也會 就是擔任自己的當選 是不是能夠當選 那把這個名義 就把這個力量 變成一個 就是能夠反應到政治上 唯一的方法就是告訴你支持的真的 各位非常感謝黎兒今天的分享 那也希望每位朋友 就聽完今天的演講 大家都可以盡自己的一分力量 那就算是擁和的 我們也希望在支持河邊之前 先去好好的看原來會網站 已經公佈的那些資料 我們時間到達 待會再私下請教不好意思 那我再宣傳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今天這個這家店 因為我們到9點 然後就樓下 它是應該可以買得到反合期 因為之前一直有人 朋友問說 哪裡買得到反合期 那現在這家店 是一樓是可以買到反合期 那我後面有一些書在意賣 就是如果要買書的話 是可以直接在這邊 覺得買反合期是在樓下 那因為剛剛黎兒有講到說 其實各種活動都可以對河電影 就是用反合有幫助 那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在這個禮拜六 還有就未來連續三個禮拜六 台北律師公會 都有舉辦河電影的活動 那在台灣蠻也有那個臉書上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禮拜六放的是被遺忘的動物 就之前 我知道我家裡有養貓狗 就是關注自己動物權益的朋友 可以去看 那我們也有請動物社會研究會的 杜珍宏老師的執行長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下一個禮拜是講那個助織島 是日本一個反合的小島的一個故事 那是那樣優美的一部進入影片 其實看會還蠻感傷的 那我覺得非常值得看 那在下一個禮拜是講德國的反合抗爭史 那我們也請到德國在台商會的 他們的環境與能源委員會的主席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講德國的一些 譬如說過去一些抗爭的一些歷史 在台北律師公會 地點是在羅斯福路一段 羅斯福路一段9號7樓 如果做捷運的話 是捷運台大醫院站4號出口 那詳細的資訊可以上滿顏的臉書去查詢 連書跟網站都可以查到相關的資料 那歡迎大家禮拜六 就是連續從這個禮拜六開始 每個禮拜六的下午2點 有免費的電影還有座談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覺得好 也可以推幫你其他朋友 謝謝